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在南半球呢 澳洲和纽西兰分别发出了高温预警 摄氏40度 极端气候在现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气候的难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 其中有一个物种 我们从讨论全球暖化不断地关注它 现在它的照片瞪着你 放在你的面前 你要忽视吗 你要不理睬它吗 你继续燃煤吗 你不愿意证实全球暖化的所有的议题吗 法国总统马克宏 基于当年是由COP21 也就是巴黎气候大会所签订的协议 把巴黎气候协定当成法国的使命 在最近召开了同一个地球的气候高峰会 也在这一刻全世界总共聚集了将近50多名的国家领袖 政府领袖 前市长以及4000多名代表 他们知道美国的川普不愿意证实这个问题 但这将是人类地球共同的命运 而同一个时间 川普所领导的美国 正面临了除了极寒之外 更严重的是洛杉矶的森林大火至今没有扑灭 是怎样的一种绝望 能让这只骨瘦如柴的北极熊 不顾一切地在生锈垃圾桶里东翻洗澡 最终勉强啃咬出一个旧的雪橇坐垫 还是饿得发慌 这是49岁的资深摄影师保罗尼克伦 今年8月亲眼目睹的北极实况 他所隶属的海洋遗产组织和国家地理杂志 于12月初共同发布了一系列照片和影片 因为北极的快速熔兵 正让北极熊觅食困难 要夺大的幸运才能如此饱餐一顿 他们要大家正视 暖化相关的一连串科学数据 正逐渐化为事实 冲击全世界 冰雪对美国南部多州来说 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美国人口第七多的 德州圣安东尼奥市 近来就因这场 1987年以来的首场大雪 积雪厚度刷新记录 且由于南下冷气团 和墨西哥湾的潮湿空气相遇 降雪范围持续扩大 包括阿拉巴马州 乔治亚州 圣路易斯安那州 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 都成了银白世界 路空交通运输 还因此大打结 英国10号也受风暴卡罗林影响 遭遇四年来最强降雪 部分地区气温瞬间跌落至零下15度 且暴雪来得又快又急 狭带着最高风速 每小时130公里 更给当地民众 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考验 欧洲大陆包括德法也未能幸免 德国最大的航空枢纽 法兰克福机场 周日一口气取消300多架次航班 往来英法的渡轮 还因强风在法国北部搁浅 因这一波杀的人措手不及的寒潮 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员汪中和说 其实来自于日益平凡 且强烈的北极震荡 且影响是全球性的 无论是中国大陆北方的急冻状态 或内蒙瞬间出现摄氏 零下45.3度的低温 都和全球暖化脱不了关系 北极地区这些冷气团 能够快速地南下 跟北极震荡正在接近一个负变化相关 在负变化的时候 北极地区它的气压相对来说比较高 所以冷气团会往中纬度的地方移动 而且移动的现在变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东北西伯利亚 其实我们看到它另外一个分支 是往美国还有加拿大东部那边下去 汪中和说 北极震荡虽然为冬季带来激动 但时间相对短暂且降温有限 它背后所隐藏的暖化趋势 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夏季增温的爆发力 目前在澳洲纽西兰发布的极度高温预警 就预示了2018年北半球可能将遭遇更酷热的夏天 而同样原理也可以拿来解释 近期发生在加州史上第五大的森林野火 虽然根据洛杉矶时报最新消息指 豪宅邻里的贝埃尔目前已确定起火原因 使窝居当地最贫穷的游民野炊 映然火花 当地保险公司还破天荒 聘请私人消防队扑灭灌旧 但之所以快速延烧且扑灭困难 也源自全球暖化 加州最近的干旱让它的降雨形态变得非常的极端 高山的积雪减少 所以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酝酿的环境 再加上人为大量的开发 在森林的边缘 让很多的人为的活动 引起了很多的这种死活的情况 那这种死活的情况 再加上最近这个气候极端变化 所带来的锋利的模式的改变 让这个野火的形态一发就不可收拾 就在此时 名为一个地球的高峰会 在法国巴黎登场 选在巴黎气候协定通过满两周年的这一天 法国总统马克宏号召五十国领袖 数百位部长 及全球重量级企业领袖与环保人士 贡商如何在美国退出之后 促进绿色能源投资 并摆脱化石燃料 但我们正在破战 所以这些人他们前面有机会 他们说我们没有知道 但这是真的 已经十分之后 我们知道 5、60、100岁 5、10、15岁 不会再来 这就是这些我们正在做 不再空谈而是具体行动 让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因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最快本世纪末 全球均温可能比工业化时代前 暴增涉事3.5度 但身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两大国之一的美国 却仍在川普主导下 悍然退出巴黎协定 从川普之前所删减高达数十亿美元的 联邦气候研究预算 法国总统马克宏会中宣布 拨出3000万欧元相当于10亿台币 赞助18位全球知名的科学家 持续进行气候变迁研究 其他欧美国家也承诺 2020年前要拿出1000亿美元相当于3兆台币 协助发展中国家投资环保经济 而银行业巨拨汇丰集团也登高一呼 组织所谓气候行动100plus 全方面监督全球100大能源企业 并从那些营收超过30%来自煤炭的公司 撤出约25亿欧元资金 所有人都知道行动已不能再等 如果不嫌发制人 就只能任由暖化所形成的气候灾难 造成越来越多人命与财产损失 这场巴黎高峰会 大概最重要的几项结论 第一个就是世界银行决定 不要再投资全球的石化产业 第二个电动汽车 现在很多污染 大概是从汽车跟摩托车 在台湾特别是所排放出来的 希望能够改成电动汽车跟电动摩托车 还有所有的人的共识都是禁止煤炭发电 中国大陆对于煤炭发电这个议题 已经不只是全球暖化 要不要遵守巴黎协定的问题 它直接的攻击了老百姓的肺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穷顶之下 所直指的雾霾的问题 台湾也深受雾霾之苦 中国大陆在19大之后决定整治雾霾 所以几乎北方的很多煤炭发电厂 以及燃烧煤的在家里生煤这个事情 都被一一禁止 结果煤改气的情况 第一个导致了天然气的短缺 这可以说是它整个能源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阵痛 而煤改气里头 这也使得中国大陆必须思考其他的解决方案 包括可能电厂 最近大陆北方气候几动 而网上有条热门博文和这天后有关 话说近来排队登记离婚的人少了 原本感情破裂的夫妻 因天寒地冻又没供暖 只能和好睡在一起抱头去玩 让这决裂的夫妻关系瞬间回闻 这虽然是个玩笑话 却凸显大陆今年入冬后的问题 天然气短缺 导致各地暖气供应不及 过去几年因烧煤取暖 在入冬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雾霾天 但今年以来会打响南天保卫站 大陆北方各地启动煤改气工程 以燃烧排放较少的天然气来供暖 在津津季周边地区官方会达成减排目标 更在各地农村悬挂恐吓式的标语 建煤就拆炉冒烟就八方 谁烧煤就抓谁 杀气腾腾的政策推动 让家家户户完成了煤改气 可天冷了 却发现煤气可烧 这个锅炉气转的烧煤的那个 然后给我们卸了放这儿了 那儿给我们看那么一个 壁挂炉也没通气现在 燃气没弄好 煤也烧不了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吧 今年六月 这大妈所在的全村都已完成煤改气 但都十二月天寒地冻了 这气还没拱上 现在是壁挂炉也钱花了 炉子差也花钱了 现在就是说 你要是拉了没了也弄不了 电费也没少花 你可能这不能说 然后就开公鸟吧 也还几天二百块钱没了 除了在家挨动 小孩上学也不好过 河北一些小学生就没法待在教室里 得把课堂搬到有阳光的外头 天然气短缺 还爆发在多半已有改气的河北计程车 许多加气占大排成功 现时限量的加气规定 引发许多司机的抱怨 加气来拍队 而且加气过来气也加气太爽 跑一会儿又没气人 还得拍队 拍队得能加上也行 有时拍一半小时到这儿没吃 纽约时报引述能源分析师的话说 大陆天然气的短缺 全是官方过于冒进的减排政策 今年没改气涉及的家庭 增加至当初计划的1.4倍达260万户 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等国有石油巨头供应的天然气 比这需求少了一到两成 但这缺口并没有补上 而眼看挨动的民怨事起 河北官方终于出手 河北省应急预案中明确 按照用户性质 包括医院学校在内的居民生活用器 将会是最后考虑减工或者是停工的场所 而在链条的另一端 首先面临减工和停工的 将是天然气化工工业燃料等用户 咱们这边还生产吗 我们不生产 但是我们得上班啊 我只是值班的 应该不是管牙吗 都不生产了 此外石家庄市政府应急办也发布通知称 由于气员紧张决定启动天然气保供应急预案 采取的措施包括 停止所有工业企业生产用器 和所有社会车辆加气服务 限制非高峰期间公交车出租车加气服务 公共建筑限量供气 采暖温度不超过14摄氏度 而这一轮的气荒 也从华北蔓延到了华中 湖北省会武汉的天然气供应吃紧 为保障民生供暖 除了医院和学校之外 中断全市娱乐场所 商业大楼 政府机关及工业和公共设施 等共300多个地方的天然气供应 为切实解决城镇公社裁暖中的突出问题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住建部昨天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城镇公社管理部门 集中开展一次访民温暖专项活动 重点解决好供不上和供不好 等突出问题 对尚未落实气源 或煤改气气源未到位的区域 不得禁止烧煤取暖 因此雷利风行的进煤令 又来个大转弯 多地驾用锅炉 煤炭被重新点燃 这一轮气荒突出大陆 在追求治理空污 减少排放背后能源政策的缺失 事实上 目前大陆有37台运转中的核电机组 另有19座正在兴建 核电数量世界第一 但总发电量只有大陆全年的4.2% 而大陆核工集团在这一轮气荒爆发之际 也趁势推出一款代号燕龙的低温清水反应堆 但正能在试验阶段的城市核能供热技术 还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商业运转 短期内要达到植物减排目标 天然气是唯一 但也是最不可靠的选择 美改气 气是不是能够长期供应 今年供应了 明年还能不能供应 今天我们美改气了 有气是吧 或者气便宜有补贴 那明年的后年 五年十年以后呢 政策能不能长久持续 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言之 大陆近来四处收购天然气 除了俄罗斯 川普上个月访问北京时 也签价430亿美金的天然气投资大单 日经新闻就指出 今年大陆天然气的消费量达2400亿立方米 这是五年前的两倍 到2020年将增加到3000亿 这样的需求预期 加上这一轮期划 已带动天然气价格 从9月至今暴涨了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也把天然气当成减排的发电燃料 最高占比可达40% 但未来也势必面临国际天然气争夺战 尤其是这引发的价格高涨 台湾经济部长虽保证明年不涨电价 但这背后恐怕是讨好民众 最终亏空国家 美国按照国家阳光法案 在12月8号的时候 正式公布了1994年 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时代 本来原本准备发动对朝鲜的战争 而这场战争所有的档案密件 在12月10号 在一个属于跟军方息息相关的空军时报 正式的被披露 那么这个所有的资料 是放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档案资料库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里头 后来全球的媒体都报道了 这一次的公布的资料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因为朝鲜问题非常重要 这个时刻解密这个重要的 1994年的国安资料 非常大的意涵是说 美国当时已经递出了橄榄枝 而现在这个橄榄枝 是否仍然有效 北朝鲜の金正恩委員長です 平安で開かれた 軍事工業分野の大会に出席しました 火星15型の開発に携わった 科学者ら一人一人に 父親の金正恩総書記の名前が刻まれた 時計などを直接手渡して 在距離2018年 仅剩下几天的時刻 喧鬧了一整年的朝核危機 有了出人意料的发展 We're ready to talk anytime North Korea would like to talk and we're ready to have the first meeting without precondition Tillerson now says it's not realistic to expect Kim to commit to giving up his weapons before talking to the North Koreans Let's just meet and let's we can talk about the weather if you want we can talk about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square table or a round table if that's what you're excited about But can we at least sit down and see each other face to face 然而Tillerson與川普 並不站在同一陣線 we continue our campaign to create maximum pressure on the vile dictatorship in North Korea we're working very diligently on that building up forces we'll see how it all turns out President Trump tweeted in October that Tillerson was wasting his time trying to negotiate with Little Rocket Man The Secretary was not creating any new policy Our policy remains exactly the same as it was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at the White House an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but I just want to 不論支不支持與北韓談判 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 就是一旦開出第一槍 就可能會有上百萬人死亡 美國人也不例外 這件事 美國在23年前就以心知肚明 美國空軍時報10號披露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 8號公布的解密文件顯示 在1994年那場朝核危機當中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 考慮使用巡弋飛彈 摧毀北韓核反應爐 89歲的裴莉 是親身經歷1994年 朝鮮半島核危機的人 他是克林頓時代的國防部長 他在朝鮮半島核危機的地 他在朝鮮半島核危機的地 離戰爭只剩一步 空軍時報稱當年美國評估 若開戰 美國將毫無疑問的贏得勝利 但會付出重大傷亡代價 五角大廈給出的數字 是戰爭爆發後的前三個月內 約有5.2萬名美國軍人傷亡 南韓軍隊傷亡總人數 更將達到49萬人 至於戰爭中 北韓平民的傷亡數字恐怕會更大 而考慮到將付出的巨大代價 美國最終放棄武力攻擊北韓的計畫 1994年6月15號 美國前總統卡特現身平壤 以特使身份與金日成會面 同年10月 美朝雙方簽下朝美核框架協議 北韓同意凍結 並拆除核設施 換取美國替北韓建造兩個清水反應爐 以彌補北韓的核電損失 最重要的是 美國承諾會向北韓做出保證 不會對北韓使用核武 與23年前相比 北韓彈道飛彈和核技術已不可同日而語 火星15的射程 已經可以攻擊美國任何一個城市 此時萬一真的爆發戰爭 美國人將面臨20多年前 贏了戰役輸了戰爭的尷尬處境 明知道傷亡會如此巨大 這場仗還有可能會打嗎 美國鷹派共和黨議員說 開戰機率有70% 中央是 共和黨的重量 大紀政司 對新北韓戰時 對新北韓戰時 響鐘 北朝鮮の食糧事情は大勢の合社を出した以前と比べ状況は改善しているものの 農作業に必要な機械や燃料などが不足しているため 根本的には解決されていません 去年には必要な食料およそ550万トンに対し 70万トンが不足していたとみられ 首都平壌を除き特に5歳未満の子どもや 子どもを持つ母親の死亡率は韓国の8倍に達すると分析されています 韓国の中については2〜3週間の財産、飲食、油、炒め、となり 戦いの戦いは全ての戦いがあるので 戦いは全ての戦いがあるので 全ての目標を持っているときに 短い時期間に 戦いが悪いときに 大きな部員は壊し このような理由は何の理由を持っていないと 持っている数百万人のアメリカ人を持っているときに 不要信任川普 似乎成了最近幾個主要的東洋国家 面对川普上台之後最新的外交政策 12月12日 川普签定了一個跟台湾息息相關的 国防授權法 在这个国防授權法里头 有好幾個附件 在這裡頭有兩個非常敏感的 第一个就是邀請台湾将来可以参加 美國空軍所主導的多国 紅旗軍演 第二个是考慮重啟 美台海軍軍艦互放 而且可以停泊 停靠 就是美國的海軍艦隊 可以停靠在高雄港 所以台湾的總統蔡英文 特別提到美台關係 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至於這個附属的條款 是否會被川普實踐 還是被川普拿來作為 跟中国大陸交換的一個棋子 這是各方現在 国際政治相當重視的一個焦点 而這是外交政策 還是軍事政策 還是軍事採購政策 我們稱之為叫軍工複合體 這是在做生意 還是準備打仗 還是準備保衛台灣 對川普這個你摸不著底的人來說 很多人的判斷傾向於第一個 這是軍工複合體 也就是川普簽署這麼大的一個 國防授權法案 很大的目的 是扶植美國的國防工業賺錢 12號川普正式簽署 2018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 川普說這是歷史性的例霸 近7000億美元的軍費預算 創美國近10年來的新高 也兌現他擴軍的競選承諾 而法案中有多個附帶條款 已表達美國國會對法案執行的意見 其中強化美台防務關係 列在第1259條 裡頭有7項國會意見 受高度關注的包括邀請台軍 參與美國空軍主導的 都國紅旗軍演 並考慮重啟美台海軍軍艦 互訪 停靠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亞太小組主席加德納 稍早在華府智庫一場霧壇上 表達對提高台美軍事 和他交流的執企 但他也毫不避諱 會道出背後的目的 我們會不避免的 回到我們的友台台灣 包括制裁新武器 制裁新武器的程序 和台北加德納的談話 突出了美國最大的利益團體 由國防部門 軍工企業 及國會議員組成的 軍工複合體 在當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 身影龐大的軍工複合體 深刻影響著美國的政府決策 同時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 美國戰後新興的重要產業 如航太 能源 電子 資訊 生物工程等 都和國防合同有密切關係 包括波音 洛克希德通用動力 洛斯洛普和雷神 都名列財富雜誌全球500大企業 軍火商競標國防部的生意 但合約必須經由國會同意 也因此他們對國會議員下主攻 發展出細膩的遊說策略 每個州民國會議員會支持 他們的家民 所以大陸政府的大陸政府 發展出了大陸政府 各自多州各州各州 他們可以減少 數量的選擇 任何人支持 任何政策的政策 無論是政治的政策 我做了一小看 他們查一下 他們找到一大小的部份 和雷神的地方 在美國的地方 跟法國會議員 在法國會議員 在法國的社會 還有法國會議員 如果您包括下的特定員 像三千人 在加利福利員 在加利福利員 你可想想 多數個職業都在 香港的工作 川普一直高喊振興美國製造業 而強化軍工 才是提振經濟的重種之重 且立竿堅定 全球每年超過4000億美元的軍火市場 美國軍工企業銷售占比超過一半 僅僅航太一向對GDP的貢獻 就在2%以上 高於整個汽車產業 從這角度觀察 上個月川普的亞太行程就不難發現 空洞的印太戰略 其實就是為軍工複合體服務 要縮減於美國的貿易逆差 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對美軍購 這也不難理解 半島軍演從年初至今沒有消停 除了製造區域緊張 創造軍購需求 軍演更是一場武器大關 剛結束了警戒王牌 先進了F-22及F-35戰機現身半島 而日本 南韓與台灣 都是潛在的買家 但回頭看 美國在國防授權法 加入邀請台軍參加軍演 並落實台美軍艦互訪型號 其實也就是創造美國軍火商 向台灣展示軍備的機會 事實上 美國國會資料顯示 台灣是美國軍火的第七大客戶 跟美國你有時候講道理 並不一定管用 所以我到國會山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我可能要感謝你們美國朋友 我說什麼意思啊 他說你們這個 這個 你不是要派軍艦去台灣嗎 要去高雄嗎 我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我還真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用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軍艦派過去了 那麼就啟動了 我這個反分裂國家法使用 我告訴你 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 就是我解放軍鼓勵統一台灣之處 大陸駐美攻擊李克欣 這般恫嚇的言論 在美中海艦引發軍人打破 但從解放軍進來的動作看 李克欣並非無地放行 中國空軍在11號開展了 例行性常態化體系遠洋訓練 出動轟6K 蘇30殲11 和偵察機 預警機 加油機等 多型多架戰機 轟6K等戰機長體系 飛越宮古海峽 巴士海峽 實施了繞島巡航等訓練課題 檢驗了遠洋實戰能力 解放軍海空軍的遠海訓練 並不習近 進出第一島鏈更成了常態 但這是首次公布 有繞島巡航這樣的訓練科目 解放軍空軍官方微博 在12號發布一張殲11的飛行照片 並配上文字 看圖說話 臨來說一說 隨後又發另一張轟6K的照片 配文繞島巡航 巡航什麼島 大家說說看 儘管兩文都沒有提到台灣 但解放軍的指向明顯 台灣島是我們祖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一次我們公布了繞島飛行 其實過去也開始這樣做過 但是現在公開的向世界 宣布我們的繞島飛行 這個一個是顯示 我們空中力量的作戰能力 作戰決心 另外這種繞島飛行 也是對台獨分子的一種 心理上的震懾 過去解放軍沒有能力進行遠海作戰 而台灣東部花蓮的加山基地 有全亞洲最大的地下低伏 是台灣軍方執行 戰時戰力保存的地點 但解放軍 海空軍 竟然以戰鬥編隊方式 頻頻繞行台灣東部 展現打擊台灣戰力保存的能力 而這次解放軍更直白挑明 繞島巡航的演訓 官方環球時報的社評就說 這是兩岸力量對比越發懸殊 是台海局勢主動權落入大陸之手的縮影 美國有關法案 涉台條款 雖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 但是嚴重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我們也已經向美國政府 提出了嚴正的交涉 不向軍方對台實際 大陸外交部把矛頭指向美國 因為中美之所以能建交 美軍撤出台灣是條件之一 而美台軍艦互訪停靠 雖然是國會意見 執不執行是白共的權限 但大陸也擔心 以川普當嫌混亂的外交政策 要嚴防美國越過這紅線 那麼總統做不做 他在很多情況下 他可能會把這個作為一張牌來打 就是說美國軍艦 他萬一到了一定時候 他認為是合適條件 能跟你他做好準備跟你攤牌的時候 他也可以做 因此呢 就是說中美關係從總的講 雙方都非常小心翼翼 但是呢 我們不能排除 這位特朗普總統 在特殊情況下 在特殊事件上 他會做出一種特殊的這個決定 就像我們誰都沒有想到 95年國會就通過了 什麼耶路撒冷問題 然後幾個總統 二十幾年沒敢幹 但是他就做了 所以這個可能性 確實不能排除 似乎 川普正在累積台海問題上的籌碼 而在他簽署法案後 台灣方面的發言相對可知 除了表達感謝之外 沒有太多亢奮的言行 但面對川普 服務於軍工不合體的外交 及大陸越來越緊縮的對台政策 台灣似乎更加動輒得咎 我剛才特別提到 不相信川普似乎成了現在 東亞幾國政治 包括日本跟韓國最大的特色 他們開始維持自己的等具外交 而川普面臨的內憂外患 第一項就是他的民調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整體狀況裡頭 是否要信任這樣一個總統 尤其他很可能變成美國第一個 像卡特一樣 就是在近代裡頭 第一個很難連任的總統 那麼他很可能只是一個 美國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意外 上週 美國參議院挑燈業戰 通過三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後 參眾兩院共和黨高層 便快馬加編 僅花兩天時間 協調出彼此同意的折中版本 預定在一中後表決 正式過關後 將送交總統簽署 正式立法 我們要給你 美國人們 一個巨大的稅券 為聖誕 當我說巨大的 我就是巨大的 深受通俄門困擾 好不容易在內政上 搬回一城的川普 發出紅怨 如果聖誕節之前 國會通過稅改 國人自明年二月起 就能開始享受 減稅效益 這項減稅規模 達1.5兆美元的 減稅方案 最終的兩院折中版本 其實做了些微調整 推動企業稅降至21% 稍剛於早先提出的20% 個人所得稅最高急劇稅率 也從原本屬意的35% 微幅上調至37% 這樣的變動 無非希望平息 稅改一位利好企業 及富人的輿論批評 怎料川普想當聖誕老人的怨慌 在最後一刻出了瓏子 連同佛州參議員盧比歐在內 共兩名共和黨參議員表態 除非增加工薪家庭 撫養子女的抵稅額 否則不會支持稅改 我認為我們會在那裡 他真的很棒 非常支持 我覺得盧比歐會在那裡 一定會在那裡 共和黨在參議院擁有52席 至多容許兩位黨員跑票 否則就算動用身兼參議員議長 副總統潘斯的投票權 法案也無法以簡單多數過半 且民主黨才剛剛贏得阿拉巴馬州補選 新任參議員明年1月上任 共和黨參院在又少一票的情況下 兩院高層都判稅改能在年底前達政 為此潘斯延遲中東出訪行程 就怕下週參院表決 缺他這一票意外敗北 自家人有意義外人更免不了批評 共和黨向來鼓吹小政府 認為借市場神奇之首可調節國家經濟 因此堅信替富人和企業大幅減稅 可促使企業增加本土投資 創造國內就業提高整體工資 稅改上週過關後 川普甚至發出4兆美元海外企業現金 將大舉回流美國帶動經濟發展的豪語 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 忍不住發出批評 別忘了聯準會正在升息的路徑上 經濟過熱的負面效應 總統難道忘了嗎 這是他這輩子見過最糟糕的稅改措施 不只稅改能否成功過關 再添一律 川普政府近來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同調 也令外界仗耳金剛摸不著頭緒 國務卿提勒森 近日就朝核問題發表美國立場 竟遭到自家國務院反駁 我們從政策的方向 我們在北韓國願意說 我們在北韓國願意說 我們在第一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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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我們一直說 我們在第一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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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正確的時間正確 現在正確的時間正確 公開的秘密 曾在外交殺場上 為美國立下諸多 汗馬功勞的前國務卿 歐布萊特 禁止接受CN專訪 就對提勒森在外交事務上 讓不夠積極頗有維持 even more tha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ho when he went up to Capitol Hill and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wanted to give him more money said he didn't need it I've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like that in my life I do think that there is a way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reating diplomacy and I am appalled by that and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Trump seems to believe that he is the only one who counts so I think that it hurts America to be undermin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hristian and I teach at Georgetown and I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there who are preparing themselves for a lif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lot of them wonder whether they should take the foreign service exam 而老前辈忧心的外交人才流失 其实已在发生 提勒森上任至今 美国国务院已经传出 有百人离职 最新一位是今年1月 刚派驻索玛利亚的 美国女外交官谢克福德 他在11月主动离开 并在近日向美国外交政策期刊 公布了辞呈内容 他在信中指责提勒森 与川普政府挤压国务院的生存空间 并写了这么段话 倘若你认为身处体制内 无法阻止美国领导力与日俱检 我号召你与我一同离开 川普政府以美国第一为口号 减少国际事务参与 正一步步扼杀着国内有志之士 对外交的热情与憧憬 如果我们从2008年的1月算起 当时贝尔斯登倒闭 到现在为止金融海啸过了整整十年 美国联准会宣布正式的升起在本周 同时某个程度也宣布金融海啸 正式的一个结束 明年可能会升起至少三次以上 金融海啸在经济造成的影响 我们不谈 它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 是人们对体制的不信赖 对民主政治的质疑 最终是我们改善修复了民主政治 还是对民主政治形成更大的一个破坏 现在的情况是往破坏的方向在发展 全世界在接着这一次的金融海啸 所攻击的体制之后 崛起的大多数都是强然政治 在美国出现的是川普 在捷克 匈牙利 波兰 这一些过去苏联所统治的东欧国家 都出现了极右派的政党跟领袖当选 还绑坏了奥地利 在土耳其 艾多根 还有像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们善用民族主义不断的连任 而且制造甚至制造假的政变 使自己可以整肃一几 这些都成了强人政治仿效的对象 在亚洲的杜特地 他似乎是颇得民心 声望相当的高 但是人们又说他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不是独裁 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 但很确定的是 在这一波金融海啸之后 崛起的可能不是一个更好的民主政治 而是一个倒退的民主政治 一个相信个人强人政治的一个新的民主政体 当然谢谢你收看今天文谦的世界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